这个里面真的还蛮多东西 各政府机关 或者你直接找最下方有CSV 当然知道格式有这么多 目前的话应该最热门就是这个 后面有数量4万多 第二名的话就Jason 不过Jason其实难度还蛮高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试试看 XM我们用这一个 其中的话就是按照浏览次数 多到少 这边的话我刚刚找到一个股市 这个还有什么 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统计表 这也有 然后还有像全体银行存款余额统计表 这个为什么这么 因为最近好像就是有第七波的 那个什么现贷 所以大家都贷不到钱 然后还有这个股市的 又是银行的 上市公司基本资料 之前都有了 还有个股成交 哇你看前十名就都跟金融关系比较大的 好那这个部分我建议各位 就是可以自己再点开来 然后其实用刚刚的爬虫就可以拿来用了 这个是给它的连结 这个是改成65001这样就OK了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开始画图了 所以哦 修正部分的话呢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自己写的 那一个是AI写的 还有什么差别 我想细节部分各位再看一下啦 那当然我这边是直接把它当文字处理 不过我觉得它这边还蛮不错的地方哦 它是真的把它当日期来处理 所以它用了一个函数 叫Date Serial 有没有 这个Date Serial的话 实际上是真的格式化成日期哦 而不是把它当文字处理 那你说老师你把它当文字处理 它不就变成一个文字前后双引号吗 哦跟各位讲哦 这个还蛮特殊的是 在Excel里面哦 如果你有加双引号 它自动转 所以实际上我丢的时候 虽然是文字 但是因为它有侦测到 你有两个斜线 所以它会自己转换成日期 所以其实应该讲起来 我这样的写法并不是很正确 只是因为Excel它会自己转 所以本来不是很正确的事情 就变成正确了 OK 应该知道这意思吧 我们来试一下 你看执行对不对 然后用我这个方法 那你说老师这个应该输出 你不是输出一个文字吗 我们按右键除存格式就知道 按右键除存格式 那你会发现哦 老师你不是丢日期吗 它为什么最后变成日期 跟各位讲 这个就Excel里面自动的地方 它只要看到两个斜线 它一律自动自动帮你转的日期 OK 不过这也有时候也是太自动了 这变成说 你背后自动帮我做 可是我不想让你自己帮我做也不行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这个做完之后你才有办法画出那个 就是折线图 那画折线图啊 你必须做几件事 第一个的话你必须告诉它资料在哪里 所以第一个 我如果想要画个折线图 一先把这两个栏位选起来 二Ctrl 去向下 然后再插入这个 找到这个折线图的位置 含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 点下去 画出来了 OK 那你说老师可是 我画完 可是我程式不会写怎么办 一样两个方法 一个是自己写 一个是 叫ChalkPT写 不过结果我发现好像我自己试过 自己写比较精简 ChalkPT也可以 只是写出来 它给你一张三张写一张 根本两三张解决的是 它就给你写一大堆 就不喜欢这样子 不过两个方法我大概叙述一下 你说老师这个程式我不会写怎么办 跟各位讲 真的很简单 之前好像跟各位讲过 如果有些程式不会写 开发人员里面有个录制句写 你就用这个就OK了 录出来的程式我记得好像就两行吧 因为第一个动作是 我的资料在哪里 第二个是插入 还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 OK两行 所以你其他动作不要多做 那我是建议 本来之前是我们要把选取资料的动作 把它录进去 不过我是觉得不用 你可以先先把它选起来 然后就开始录了 所以我们大概也不要NG 大概我就先录一个叫美元折线图 然后我要怎么录 我们第一个先已经选好 先给它选好 就不用录的时候就不选了 直接就做 录的时候只要做个动作 就是插入这个 还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 好这样就OK了 就这么简单 多余的动作不要做 好所以一个动作就对了 记得要先选好 做完直接停止 好那我们就大概彩排过了 开始就要来录了 OK 所以录制聚齐 记得先确定你要做什么 因为你多做的 自动就写出不应该有的程式 好接下来开始 所以 好了我先已经选了 然后录制聚齐 那这个聚齐名称叫做美元折线图 好那按确定就一个动作 好确定一个动作 插入这个 OK 还有资料标记折线图 完成 开发人员 停止录制 好这样OK了 你说老师好简单喔 对就这样真的不要多做 因为之前我刚开始也是试很多 就是录很多了 然后我发现那好像不需要 所以我直接告诉你这样的方法 好那结果呢 来试一下 OK 再把它delete掉 你说结果OK呢 有没有是一个美元折线 有吧对 在这里 然后按执行 有了 哇这么简单 没错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你说老师那这样子 到底它程式是怎么写的 你就点它对 执行就是ROM 如果你要看程式的话 下方不是有编辑 或者是说呢 你到Visual Basic里面看也可以啦 两个方法 一个是从这边按编辑 它会自己跳到这边来 跟你讲 那理论上 录制聚集 它会做两件事 一个是先帮你插入一个模组 你说老师我不是只有一个module 一怎么变module 对 因为这个是它帮你产生的 第二个的话呢 它帮你把程式写在这里 名称就是一个sub 每原则限图 and sub 有没有 就这一段 这它写的 那当然你说老师 可是我只要一个module 我不要把它分散 我希望把这个 把它放在下方 可不可以 但可以啊 你可以把它剪下来 贴到它下方 可不可以 也OK啊 不然的话你太多module 有时候不知道要放哪边 所以我建议 不然你就把这个e除掉 它只要一个module 你就放下面 那再来的话你会发现上面这个单以后开头都是注解 这个可以删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真的程式就只有两行 这么两行 太简单了吧 我再再执行一下 每原则限图 可以有没有 不过 我们后面应该没那么简单 你说老师可是我 我不是要执行到这里 我是希望这个图 可不可以帮我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到这边右边一点好了 不然这边盖住我的资料 我希望图在右边 然后呢 资料在左边 各别分开来 不要互相挡住 所以我待会会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你可不可以帮我移到这边来 移到 移过来 那特别注意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讲 以后那个图显示之后 可以做主要两件事 第一个呢 就是你如何移动它 移动到你想指定的位置 那通常特别注意 图的坐标显示一定是看左上角 OK 那一定是先水平X轴 再垂直 所以你只要给坐标就好 那可是问题 那坐标怎么显示 其实跟各位讲 一般习惯是 直接跟他讲 左上角是在哪一个储存格的左上角 就是把它放在M1的这个左边 跟他的左边是这边 这个是水平的 垂直的话是TOP 所以这边有一个属性叫NAT 上面的这条线叫TOP 所以你只要跟他讲这样的话 他就帮你移过来 所以要怎么加 跟各位讲 就刚开始我也不知道说 要怎么加 怎么移动 后来我就 就是 随意按了一个F1 在哪边按F1 在这个方法上面按F1 我好像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要查某一个方法 它的细部说明的话 其实是可以按F1 那F1的话呢 它就会叫出什么 叫出这个VBA官方的说明档 也就是说第一所资料 那你可以看到 它会跟你讲说 这个方法 它的使用语法 有没有 它这个是什么意思 它会把这个物件 一个图形物件 指定的集合 意思就是画个图 OK 然后呢 它的语法呢 基本上必须要给几个 第一个是Style 第二个是什么Type 那后面你会发现 你看一下 我们刚刚的语法 这个语法 有没有发现 它只有两个词 有没有发现 这一个 放这边 这一个 所以你可以理解 这一个 332 就是什么 Style 这一个 X LineMaker 就是它的Type 所以 这应该怎么理解 332 应该是折线图 然后呢 这个应该是折线图里面的 含有直调标记的折线图 应该可以理解 不过这个 至于 它这个数字 跟那个名称 你不记也没关系 反正录制都会产生嘛 所以我也不特别记 那只是说你说 老师它两 刮户里面放两个参数 那它 可是它的说明档里面 它后面还有 Lat Top Wheath 是宽 Height 是高 那所以 我如果今天我希望呢 把它执行的时候 就直接放在那个M1 那个位置 左上角 那我怎么做 其实蛮简单的 我猜应该是 直接在怎么样 在这个程式里 后面加上什么 逗点 直接跟他讲说 你帮我放在那个Ranch 储存格的话 就Ranch 那它的做 这个 指向那个储存格 就M1 的左边 所以你得打一个Lat 有没有 这个时候我看一下 再来 逗点 那它的垂直的位置呢 一样是在Ranch 点什么呢 点Top 意思是说 帮我 产生图的时候 不要放在刚刚那个位置 直接就帮我把它放在这个的左上角位置 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我只有补两个参数 这个 跟这个 有没有 这样 应该可以知道意思吧 就是 储存格M1的左边 跟储存格M1的上面 因为它是看左上角 OK 好 那执行结果呢 看一下会不会成功 执行这两行 有没有发现 它就直接把图画在这里 那可是你说老师 可是我希望它的宽度跟高度 我希望它能够符合我要的 比如说我希望它的宽大概 就是 你可以给一个数字 可是你说这个 一般我们可以说 比如说5公分10公分 那当然问题这到底多少 如果假设你没有概念的话 那一般我都会以那个M1当基准 反正M1多宽 你就帮我把M1呢 因为每一个出称格都一样 所以就M1的几个 10个好了 123456789 那U到V好了 所以我希望呢 这么宽 那高的话呢 一样跟M1一样高 然后总共要10个好了 所以我希望呢 你就帮我放M1 然后到宽度的话呢 到V这里 然后高度的话呢 到哪里 到10列这里 就这么大 那你要怎么跟大家讲 你不能不可能说自己拉嘛 所以呢 我就在这个后面补上 那个宽跟高 所以逗点 先记得哦 先水平在那个垂直哦 所以逗点 哎 宽的话呢 一样以M1当基准 那 点后面 宽的话就Wis Wis就是宽度 意思说呢 哎 宽度呢 就是 10个M1的宽 所以后面加一个乘以10 乘10 有没有 那就是10倍M1的宽度 逗点 高度的话呢 那你就利用 这个RangeM1 它的高点 一样哦 这边有个属性哦 叫做height height是它的高 以那个M1的那个高度 帮我乘以10 这个数字啦 乘以多少 这个是可以自己去 调整的啦 OK 我大概就是10乘10 可以试试看 这样子执行一下 所以 当然执行之前先把它删掉 OK 再一次哦 所以放在M1 然后让它的宽跟高呢 一律10乘10 诶 执行看看 都看到 M1没错 到V没错 到10列 也OK的 有没有 所以呢 最后 我总结一下 第一个我刚刚录制的动作 先插入这个折线 所以你要先选范围 然后插入还有这样的标记 折线图 之后哦 就修改程式就好了 那主要是改四个参数 改这四个 有没有 等于是逗点 加 左边的坐标 上面的坐标 宽层10 高层10 这个我有把它放云端上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 如果假设你 他写错 这边有 有没有 这个 这个地方都有 OK 试一下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